各位荧幕前的弟兄姐妹平安 让我们来到QT的当中 一起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 一起来领受神的带领 耶利米书四十章七到十六节 在田野的一些军长和属他们的人 听见巴比伦王立了雅西干的儿子 基大利做境内的省长 并将没有辱到巴比伦的男人 父女 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 全交给他 于是军长尼泰雅的儿子以施玛丽 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哈南和约拿丹 丹护灭的儿子西莱雅 并尼托法人以匪的重子 马家人的儿子耶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 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 沙藩的孙子雅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启示说 不要怕服侍迦勒底人 只管住在这里 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 至于我 我要住在米斯巴 伺候那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 只是你们当继续酒 油和夏天的果子 收在器皿里 住在你们所占的诚意中 在摩护地和亚门人中 在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大人 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些犹大人 并立沙藩的孙子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 这一切犹大人 就从所赶到的各处回来 到犹大地米斯巴的基大利那里 又积蓄了许多的酒 并夏天的果子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和在田野的一切军长 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 对他说 亚门人的王巴利斯 打发尼泰亚的儿子 以使玛利来要你的命 你知道吗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却不信他们的话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在米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说 求你容我去杀 尼泰亚的儿子以使玛利 必无人知道 何必让他要你的命 使聚集到你这里来的 犹大人都分散 以至犹大剩下的人都灭亡呢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对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说 你不可行这事 你所论以使玛利的话是假的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来看 耶利米书四十章七节到十六节 让我们透过七节到十六节 我们来学习 如何做一个好的一个领袖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都有机会被神成全 被神建造 成为领袖 能够带领更多的人 我们要成为怎么样子的一个领袖呢 在第七节到第十六节的当中 让我们来学习 如何做一个能够分辨的领袖 看得清楚的领袖 能够认识神 也知道人的领袖 首先我们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 我们来学习如何知神 福神 如何知道神 如何来顺福神 首先我们需要让神 可以把他的一个责任交托给我们 就是像 让这些渔民可以被交托 在神长的手中 能够安居乐业一样 所以在田野的一切军长 和属他们的人 听见巴比伦王 立了亚西干的儿子 吉大利做境内的神长 并没有辱到巴比伦的男人 妇女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 全交给他 交给他的这些渔民 并不是有钱有势的 而是极穷的人 而是一些老弱妇虏 如今神也同样将许多 在人看起来好像不起眼的人 要交托在我们的身上 他要交托给我们 而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让人能够信任我们 我们看见吉大利 他努力要来终止 这些犹大游击队的这些活动 为的就是能够得着信任 能够让这些犹太人 能够回转 能够回到田园的里面来耕种 把那个以荒废的家园 能够重建起来 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心意 虽然顺服神的心意 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心意 比如说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耶和华神要他们顺服 巴比伦 服侍巴比伦 对犹太人而言 就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情 因为巴比伦是他们的仇敌 要让他们服侍仇敌 要让他们听仇敌的话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羞辱 但是这就是神的一个心意 要顺服神的心意 就是要来服侍巴比伦人 所以当我们已经预备好 这样子做的时候 吉他利 鼓励这些犹大的渔民 除了建造家园 重建家园 也不忘记提醒他们 就是要来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 收在器皿里面 住在他们所住的诚意的当中 当他们积蓄这些酒 以及夏天的果子 他们就能够长久的在那边生活 能够安居乐业 这就是神要给这些 犹大渔民的一个恩典 让他们在战乱之后 能够有一个平安 能够有一个 可以好好生活的一个日子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学习 来领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继续来看13节到16节 我们看基大利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一个神长 他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政治家 他成为巴比伦和这些犹大渔民之间的一个桥梁 让犹大渔民不会在战乱的当中流离失所 基大利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神要使用的人才 但是我们从第13节 第14节我们却看见 基大利也有他不足的地方 13节这里说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在田野的一切军长 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对他说 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打发尼探亚的儿子 以斯玛利来要你的命 你知道吗 而基大利却不相信约哈南他们所说的话 我们不要太过于固执 不要太过于不相信 如果我们听见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话语建议 至少我们也可以查验看看 以斯玛利他是王族 有可能因为他没有被巴比伦王来委任 做犹大的这个神长 所以他因此对基大利产生不满 我们不知道约哈南是从哪里听见这个消息 但至少约哈南已经跟众人都对基大利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警告 但是基大利并不相信 但我们也看见约哈南他是一个爱犹大的爱国的一个人 他不希望这个神长这么棒的一个神长 他的性命被杀害 所以他再一次的私下去找基大利 提醒基大利 希望基大利给他机会 先去把以斯玛利去把他杀掉 免得让以斯玛利杀掉了基大利 但是基大利觉得约哈南所讲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他还告诉约哈南说你不可以做这一件事情 你所说的话都是假的 一个领袖应该要有一个能力 就是能够分辨事实真假 这样子好叫神的百姓能够在他的带领的当中 他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处理 很可惜基大利并没有听这约哈南的话 约哈南他不放弃他去做正确的事情 而基大利他错误的判断 带来了他自己的悲剧 也带来了犹大这些渔民的悲剧 有时候飞行员他做了错误的判断 也会带来各种的悲剧 可能会让飞机撞山 可能会坠机 可能会降落的时候会失败 可能会从天上开到水里 都有可能 所以基大利他失去了一个精确的一个评估 而且他一再的重复的换了这样子的错误 从一开始众人对他的一个提醒警告 到这个约哈南私底下给他的一个建议 他都拒绝了 导致了基大利他上命 我们要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有一个敏锐 洞察力的一个领袖 能够学习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谢谢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的当中 有许多的资讯 不断的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面 我们随便一上网 都有很多的知识 知识性的一些讯息 但不是每一个都是正确的 不是每一个都是好的 祈求主耶稣基督来帮助神你的儿女 能够在这个世代的当中 学习有一个敏锐度 能够去查验 能够去分辨何为真何为讲 求主耶稣基督 圣灵的一个智慧跟能力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领袖 能够带领更多的人 能够进入到神你的心意的里面 让我们能够按着神你的心意而活 感谢赞美你 感恩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